今年的清党系列专项行动 将把治理网络直播短视频领域的乱象 作为实际项重点任务之一 那么重点整治理是七个方面的问题 七类问题 我们要做到三个规范 这七类问题就是 第一个就是青年、色、丑、怪、假、熟、毒 等各类违法违规的直播和视频 第二是要重严整治 激情打散、高额打散、游岛打散 特别是游岛未成年人打响这个行为 第三个就是要坚决遏制 借未成年人牟利 通过直播短视频来打造网红儿童 这样一些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问题 第四个就是全面整治 劣迹艺人违规付出 被封的账号违规爽事 第五个是严惩 偷拍、跟拍、打散、骚扰、虚构、自杀等各类无底线 趁流量进行违规变现的行为 第六是整治直播间 营造虚假人气 虚假带货量 短视频账号 营造虚假流量的问题 第七个就是要打击 通过炮制低俗情感剧情 收购老年人的流量 实施营销诈骗